日前中國老齡團到台灣來遊覽 發生了火燒車的事件 26個人死亡 最新的進度是檢調說 這個司機有喝酒 酒測值高達1 還說他可能是自焚 聽清楚是自焚 難道他自己要自殺 要拉別人下水嗎 中國團到台灣 發生火燒車的事件 現在有很多最新的進度傳出來 檢調說這個司機 當時酒測濃度高達1 瑞德哥如果說1 是萬一萬一萬一 對 今天這個解剖報告出來了以後 包括驗血報告出來以後 讓我們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呢 因為司機 蘇明城 他的體內的酒精濃度 竟然高達1.07毫克 看這個0點多就壓起來了 對 我們現在0.25 你就可以移送法辦了 對不對 1 1到什麼樣的程度 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你是啤酒的話 大概是接近16 7罐啤酒 因為啤酒的酒精濃度很低 怎麼那麼會喝17罐 怎麼可能 如果是烈酒的話 相當於一瓶小高粱 你就把小高粱給喝掉 對 那麼事實上 我們必須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蘇明城他是遊覽車司機 他為什麼會在中午吃飯的時候 喝酒 因為他絕對不是 早餐的時候喝酒 為什麼呢 因為當天還有到一些 購物的行程 如果你司機喝了 你喝成這樣 不僅會臉紅 還有味道 那麼導遊 領隊 還有其他的客人一定會發現 他還有購物頻道的 購物的行程 對不對 然後他去吃飯 所以大家一定會發現 而且不可能說你喝到酒精濃度 已經到過1了你 其他人都還聞不出來 可是準備團要結束 你要送他們回家了 因為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準備要到機場前 他們去吃過飯 應該可能在這個 吃中飯的過程當中 他喝了酒 他要跟誰喝酒 而重點在這個地方 通常司機是分開對不對 分開用餐 我們知道海外去很多司機 也都是分開用餐 司機吃他的 導遊跟領隊 導遊會跟我們在一起 但是導遊有時候吃的 跟我們不太一樣 但是會在一起 司機會獨立 所以很可能司機吃什麼 喝什麼 導遊也不知道 但是等到上車的時候 即便等到上車的時候 發現不太對 就是司機不太對 有9位對不對 請問你他最後一站到哪裡 直接到桃園機場 最後一站了 對 大家會想說 反正都到機場了 就到你機場 對不對 大家就解散了 不盡你解散就沒問題 因為最後一關了 沒有人想到說 快 平平安安回家 就在最後一關的時候會出事 重點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除了它的酒精濃度1.07毫克 相關於一小罐的高粱酒之外 它的座位下面有兩瓶的汽油 有兩瓶寶特瓶的汽油 而它的下乘那個地方 行李這個地方有三瓶 為什麼要放這個東西 有問過有一些遊覽車司機 他會說因為我們有一些乘客 會口香糖 還是亂七八糟的東西 他會用類似去植油 還是汽油來塗 但也不需要五瓶 下面的三瓶大概都只剩下1 2 也就是說它是裝上去的 那麼它會不需要 就算我帶個1 2瓶已經很夠了 我幹嘛優比個五瓶 要不是全車都被人家塗口香糖 所以沒理由 那你帶這些幹什麼 現在是沒有收出 他當天買這些汽油 也就是這些汽油 很可能是之前就買了 蘇明成這個司機 他有20年的駕駛大科車的經驗 去年10月才過來這一張 這個洪三福車隊 個性比較孤僻 他跟同事不太來往 不太講話 而且很可能因為個性的關係 比較內向 所以跟人跟人之間相處的互動 沒有那麼好 你是不是喝藉酒交酬 他因為一方面來講 他的收入目前聽起來 目前他底薪只有1萬8 1萬8千多 然後當然有的司機 你會要抽點公司對不對 到一個景點 其實都有一個很繁複的 抽雙的制度 如果賺得多的話 大概也只有3萬多 如果現在大陸客 大陸團少的話大概2萬多 現在知道說至少有3個孩子 還在讀書 讀大學 讀中學等等 他的經濟壓力其實是滿大的 再加上說 其實他跟這一次的導遊 鄭導遊 鄭昆文 其實兩個人也不合 為什麼 因為很可能個性的關係 你要知道 那麼最常跟司機配合的人是誰 是導遊 你說他們兩個完結 因為你必須在他的旁邊 你有什麼意見對不對 比如說腮得慢的 或是裝我的手機比較好 或是說比較冷一下 比較怎麼樣 那麼難免 他的個性本來就比較內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兩個人處不好 兩個人處不好 又得處8天7夜 那你想要更糟糕 他顯然 司機顯然他經濟壓力是有的 到底是不是自焚 不知道 但是我會跟各位說 當那個影帶 高速公路的影帶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納悶跟疑惑的地方 為什麼 遊覽車開始冒白煙的時候 照理來講他在外側車道 他直接靠路間停車就好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動作 他用搖擺 不是 他一開始的時候切出去 他切到內側 我們跟各位說 我們那時候研判說 會不會是因為只剩下 一 兩公里要急著趕快趕到再說 先把人送到以後再解決這個問題 他剛切到內側 遊覽車司機絕對知道這是鐵律 而且他開了20年了 因為在高速溝通上面 大型車包括遊覽車 絕對不能開內側車道 只有中山高靠基隆的那一段 因為他很窄 你知道嗎 才可以這樣開 他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錯誤 是不是在那個時候 事實上就已經發生火警了以後 他自己本身是他想死 想陪葬 跟大家一起死 還是說因為配電盤起火 引燃了汽油 他本身因為他死的時候 還是緊緊抓到黃香盤 是不是他已經陷入一個 被農煙嗆昏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直直開 然後最後才插撞 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切到內側車道的時候 人還沒有昏迷 他會開車的人你就知道 他切過去了以後 還貼著這個等於說 中間的富欄走 那時候還沒有昏迷 還走了一段時間以後 突然間車子才去插撞 那個時候 司機就已經陷入了昏迷的狀況 所以起火突然間在前面 又不是油箱所在 那麼這個又不是引擎所在 前面會燒得這麼多 所以他的雪中農藝 那個濃度這麼高對不對 酒精濃度這麼高 很可能再追下去 搞不好會有驚人的發展 其實這個真的是自焚嗎 汽油為什麼會有 明明卡車是柴油嗎 還有如果面對這樣一個 不穩定的司機 難道你們旅行業都沒有辦法列管 所謂的黑名單之類的嗎 這部分我想分兩個部分 如果講到說到底是不是自焚 我個人是不相信自焚的情況 你個人不相信 因為我們去看那個影片 一開始它是冒白煙 如果是自己去點燃汽油的話 就是說車子上面有汽油 汽油點燃它是黑煙 而且它的冒煙的起火點 我去看過車輛的現場 因為我陪那個家屬去 會看的時候我是公務人員 所以我去看現場 我有問過當地 它起火點是在右前 所以不是在司機那邊 所以是電線走火 對 它是在火車 它是車子是在開的路上 當中我不相信司機有本事 可以離開座位到右前去 還要拿來油來翻 對 那個我講 這個基本上是太可能的 所以貿易的關係是電線走火 對 所以應該一開始擺煙 如果是有人點易燃物的話 那是黑煙 所以煙就不一樣 所以說我個人相信它不會自焚 這第一點 第二點 聽到有酒精濃度的時候 超標的時候 我也真的是嚇了一跳 因為第一個在白天 白天 通常講如果你說晚上應酬 喝了點酒開車 那個可能比較常看到 可是一般職業駕駛 我們在一個標準座位流程 因為車上剛剛瑞德哥也講過 有導遊 有司機 有領隊 如果導遊跟領隊或旅客 發現遊覽車司機有飲酒的情況 是可以立刻要求更換司機 而且只要是導遊或領隊 他們通常大家這種警覺性 尤其是像這次我們罹難的正導 阿文哥 他也是一個老經驗的老導遊 可不可以剛剛說 可能想說最後一站 要喝酒 讓他過 讓他過 大家要結束 通常來講 如果一般標準的流程是 只要發現有喝酒 就馬上換 我們就會要求換 而且很多職業駕駛 他們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職業駕駛人喝酒的情況 真的很低 所以到底他驗出來酒精濃度 是怎麼來的 我們也很希望趕快 對到一 很高 所以到底是什麼情況 我們也希望檢察官 趕快把報告拿出來 因為我們包括 其實台灣的這種就是 導遊領隊跟司機的這種 就是規範來講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流程 這種流程是什麼團 做得最落實 是學生畢業旅行 你去看很多的國中小 高中畢業旅行 在出發前 遊覽車到了之後 所有學生是要先上車 上車晚 安全講席 然後帶團的就是領隊人會 去看所有的這些安全門設施打開 然後司機還有一個酒測 酒測值 司機有五 九位 這個表示填完之後 同學要安全編組 疏散 按照逃生路線 疏散下車 下車急著點名完沒問題 好 上車急著出發 這個是目前在 只有在我們的國高中跟大小學的 畢業旅行來講 有嚴格的執行 因為要從這個生活教育做起 他們叫做校外教育旅行 所以說它本身是教育的一環 可是如果我們要把它更進一步的 未來我們要就是 如何規範到這個整個的操作安全 就是包括是不是規範 我們職業駕駛人 不可以飲酒 或是在帶團的 一定要做 對 如何監督 檢核 這個部分更是重要 但是我們還是呼籲 我們的檢調的方面 趕快把這個調查報告 這個1 講清楚 講清楚到底是什麼原因 或者是他們發現了什麼 我覺得趕快增結 不然的話 讓大家真的是會去物理看話